长这么高 都不方便我采摘 难道我长这么高 是为了方便你采摘吗 况且 我就这么点果实 你还知道自己结果少 摘你我都嫌浪费体力 那你可千万别摘 你这是得不到就毁掉呀 千这么少的果实 长这么高没啥用 我帮你砍掉 你可太狠了 你这生命力这么顽强 而且还增产了这么多 多亏你给我矮话处理 促进了根系发育 水分和养分的吸收能力变强 不仅使蜘蛛变得粗壮 还让养分积累量变多 让我实现增产 还方便我采摘 晚上煎个胡椒牛排吃吃 大哥 你听到了吗 他待会儿要吃你和牛排 笨蛋 黑胡椒才适合来煎炸烤的 我味道温和 炖菜炖汤才是我的主战场 咱俩不就一个躯壳 一个没躯壳的区别吗 咋还分得这么清楚 区别可大了 虽然咱俩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实 但你是还没成熟时就被采下来了 我是完全成熟后才采下来的 而且你的味道可比我更新了 更香荣多了 不 怪不得你比我贵 投钱这么久 原来黑胡椒和白胡椒的区别在这儿啊 嘿嘿嘿 这牛排就靠你了 唉 烧点水喝喝吧 你也太懒了吧 这水都反复烧了几次了 还敢喝 多喝热水有什么问题吗 反复烧开的水会变成硬水 喝多了会得及时 硬水是溶解了很多钙美化合物的水 多次烧开之后 水的溶解量越来越小 所以反复烧开的水不会变成硬水 相反会变成软水 不会得结石 那 反复烧开的水里面有很多致癌物质 亚硝酸盐 实验证明反复烧了几十次 亚硝酸盐含量都低于国家标准 不影响我多喝热水 这水你放置了这么久 难道不担心微生物的滋生 说的有道理 反复烧开的水正常饮用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放置过久 由于微生物的滋生 还是不饮用的好 多吃养分 好生长 这是我的 你别抢 养分都被你吃了 我都快营养不良了 怪我咯 你应该怪他们呀 这水稻怪香的嘞 救命呀 救命呀 就算你叫不好咯 也没人来救你 你叫我 有事吗 现在没事了 香的嘞 大哥 别吃我 还是杂草和害虫好吃 你到夜上全是毛 我都不屑吃你 你这千然有机肥 还能促进我生长 谢谢呀 道牙公养 不仅能养出肥美的道花牙 还能提高水稻品质 一举两得 老弟 成天待在树上多无聊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呢 你人还怪好的嘞 你个老六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咋把我俩下锅了 我 我们新鲜木棉花还有生物毒素 吃了就送你窜息大力包 别怪我没提醒你 新鲜木棉是有毒 可摔干了都没有啊 把你俩焯水再晒干 不就行了 早就听说木棉花未干 还有清热解毒的良效 站在食物链定端的人类 还能怕你个木棉花 我大意了 没有闪 木棉花亮汤 果然香的嘞 哪来的红蜘蛛 悟空 救我呀 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叫大吃满 专门来吃红蜘蛛和牙虫的 给你看我的证书 胡说 我看你就是吃饭了的红蜘蛛 这么大 作一口不得要我老命 走开 走开 总有一天你会求我的 现在的店子真多 幸好我聪明 身上这么痒痒的 老弟 不认识你大哥红蜘蛛我了 看来得给你一点教训呢 快走开 赶在我的地盘兴风作浪 鸡肉味 嘎巴脆 哇 大吃满大哥 你好厉害啊 干脆留下来当我的虎花使者呗 看我说的什么来着 我们大吃满个头比红蜘蛛大多了 大约有芝麻大小 跑得还快 而红蜘蛛肉眼看只有一个红点 慢吞吞的 以后可别再把我们认错了 大哥 我都成熟了 可以来吃果子了 老弟 你这果实 不会是熟过头了吧 地球人从不骗地球人 那就信你一回 老弟 不是说了地球人不骗地球人吗 你怎么欺负老师鸟呢 我确实不是人 是一株忍冬啊 我这果实生长这么久 里面的淀粉转发为糖分 糖分发酵成为酒精 你自己吃了这么多能补醉吗 活酒剑 跳广场舞居然见到喝醉了的鸟 还是先放安全的地方 等它慢慢醒过来吧 亏你长得这么好 竟然是个坑货 咋了 你咋挑个全是皮的榴莲 是因为不喜欢吃果肉吗 这种宝贝榴莲 你是咋挑的 快教教我 挑选榴莲第一步 要选圆不选尖 啥意思啊 外形圆一些的 里面的榴莲果肉通常要更多 外形偏肩的肉较少 而且不够饱满 啊 然后呢 第二步 要挑软不挑硬 我没打开 咋知道果肉的软硬程度呀 我说的是榴莲的果刺 果刺能轻松捏动的 说明榴莲的成熟度较高 里面的果肉口感也会更好 相反 说明榴莲较生 且口感不好 嗯 原来是这样 再看这些果刺 小而间分布的比较稀疏 一般来说皮薄肉多 这是因为里面的果肉把外面的刺撑开了 不用这么麻烦 我直接抢你销好的保安榴莲不就好了 嘿嘿嘿嘿 羊角蜜甜的嘞 这羊角蜜甜的就像打了甜蜜酥一样 你别说 我吃了老是嗓子疼 难道是农药残留 让你嗓子疼 你可别吓我 骗你的 就是太甜了 把你嗓子给甜后了 你明显在骗我呀 我吃蜂蜜 没见我嗓子疼 唉 你俩都在瞎说啥呢 嗓子疼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那是啥原因 我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葫芦素 加上含有植物碱 会让人有过敏反应 所以有些人吃了会嗓子疼 嗨 你早说嘛 我多喝点水就行了呗 哪来的小虫 这么猖狂 看我不拍死你 拍呀 你拍我呀 我看你敢不敢拍我 这种要求我这辈子还没听过 嘿嘿嘿 有痛有痒 好难受 连我们影翅虫都敢拍 我看你胆子够大呀 我这些红斑都是你造成的 如果你对我们拍打 摩擦 我们身体里的影翅虫毒素就会溢出来 毒素接触皮肤后就会引起烧伤和炎症 你们实在太可恶了 还有更可恶的 如果你抓脑后再触碰其他皮肤 还会引起新的伤害 嘿嘿嘿嘿嘿 那我顺手甩飞你 不就好了 嘿嘿嘿嘿 呃